大廚伸手俐落 將石斑魚切片 再擺上肉盤 搭配香菇 紅蘿蔔 放入鍋裡清蒸 另一道料理 熱油澆在蔥絲上 逼出撲筆的香味 鮮甜的魚片 搭配鹹香的醬汁 美味又下飯 重點是8分鐘就能上桌 社區的婆婆媽媽圍成一團 聽著大廚親自傳授 調味很簡單 主要它的廢是廢在於它的工序 還有它的肉在切的 處理的程序的時候 需要下一點刀工這樣子 這種魚的嫩度是最剛好的 如果是在更大的 像國外那種大的石斑 那個都拿來做魚排做的 那比較老 比較不好吃 這種是最剛好 最好吃的 中國禁止輸入台灣石斑 讓這個產業受到衝擊 這種區域會幫漁民拓展銷路 走路社區 請來專業大廚 教婆婆媽媽如何簡單料理 就能夠吃到飯店的石斑魚大菜 是說它簡單又好看又好吃 因為我們有跟它學過 小朋友小朋友很喜歡吃 對我都是做清蒸比較多 因為我自己不會料 像那個刀工那麼細 我們是不會的 就簡單就好了 而且小朋友喜歡吃 那這樣就OK 以前就是煮湯而已 就是煮那個薑絲湯 就比較簡單一點 現在這樣就比較像餐廳的樣子 看起來就比較高級一點 石斑魚富含膠原蛋白 肉質鮮美又彈牙 營養相當的豐富 這種區域會也趁勢推出優惠方案 比市價再便宜100元促銷 讓現場民眾搶便宜 因為天氣好了 疫情也比較緩和了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從社區這裡 這些阿公阿嬤天氣好出來走走 順便我們也行銷現在最夯的石斑魚 因為最近石斑魚外商外銷上有點主力 所以農委會一直在推廣這個石斑魚 我們趁今天這個時候 來請大師傅來這邊 教授他們怎麼烹飪石斑魚 然後我們也帶來一些石斑魚 特價來優惠他們 市價350左右 我們一條賣250塊錢 我們台灣的養殖技術是一流的 尤其在石斑、字幕魚 都是最有名的 而且在安全衛生檢討面也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 雖然我們銷不出去沒有關係 我想國人大家出一份力量 大家來吃石斑魚 好吃又便宜 其實石斑魚真的很好處理 煮湯清蒸都可以 而且它很好吃 好處理 而且現在價格相當的優惠 我們每個月都有到各社區去推廣 趁這個時候 我們會到每個社區去行銷我們台灣的石斑魚 台灣石斑魚品質一流 政府嚴格把關 但現在因為政治因素受到打壓 金融區會幫雲民擴展內銷 希望大家一起用行動 支持國產石斑魚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金鎮